我是小梅 那今天大家操作了怎么样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指数 目前的指数是在7880 上涨了24点 那今天最高是有来到7894 当时是上涨了37点 那最低是在7857 那今天的正幅又是属于一个很窄的区间 上下只有37点而已 那很多人又开始看不懂这个盘了 不过呢目前预估量能呢 是持续在萎缩当中 所以呢我早在昨天就都已经知道说 近期的盘势可能股市的量能会比较不足 所以呢容易走一个区间整理的盘势 那在昨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发了自通口讯 说目前指数的下涨支撑是在7840 只要7840不破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在7840上面做一个区间震荡 而上档压力是在7890 大家请看一下今天的最高点 在7894还往上穿了4点之多 所以呢现在这关键的点位在哪里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关键的点位就是 因为现在关键的点位就是上档压力在7890 如果它能够突破7890的话 那我们整体的趋势呢 就会开始转多 就会开始上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稻虫的指数哦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稻虫的指数 虽然最近雅股啊 涨涨有的涨有的跌 涨涨跌跌涨涨跌跌 可是美股呢 它是持续哦 一直都在创波段新高哦 昨天呢还大涨了111点呢 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就是主力军能量 我的主力军能量 它主力持续都在买 不管是上涨从11月底 不管是上涨行情也好 或者是下跌 下跌的行情也好 主力都仍然都在做多 主力都仍然都在做多 所以呢整个行情呢就是一路的上去 一路的上去 盘整的时候大家对它很失望 认为说美股呢 可能不可能再冲上去了 但是现在已经是一四字头了哦 一四字头 你觉得还有没有高点 我们看主力军能量的量呢 你就知道了 主力军能量呢 它是持续的在买进 主力军能量呢 它如果翻多的话 在零轴以上 就代表整个行情会上去 导播我们take个整块 嗯 主力军能量呢 它如果是在零轴以上 表示整个行情会上去 不管如何压回 它还是会上去 不管如何盘整 最后还是要冲上去喷出的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 如果主力军能量呢 它是在做空的 就是在零轴以下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行情绝对会下跌 纵使有反弹几天 纵使有盘整几天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盘是要下来的 所以呢 透过主力军能量 我们都可以知道 整个趋势 整个美股的趋势行情 像之前也是一样啊 当主力军能量持续在不多单的时候 行情就是比较偏多看待 真正它翻空的时候就下来 翻多 翻多的时候整个又上去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美股就是这么强 续创波段新高 整天都在创波段新高 但是我们看看台股 不一样哦 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很多人呢 早上 晚上就开始打开电视机 或者是打开你的软体 再开始在看美股的涨跌了 可是其实呢 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 美股跟台股已经做了明显的脱钩的 已经做了明显的脱钩的现象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看完美股 现在我们来看看台股 台股的表现 这是加权走 这是加权的K线图哦 我在这边呢 请各位观众要注意 注意什么事呢 就是说趋势它就要改变咯 趋势它已经要转变了 原因是什么 虽然它现在还在这个上升趋势线之上 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关键的点位就在7840 它能不能守住 如果7840能够守住的话 整坡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价位呢 它等于说卡在中间 起立了吗不是 漏漏的吗不是 上去也不行 下来也不行 它可能会走一个盘整 但是大家只要注意到说 这个关键的支撑跟关键的压力点位 我相信要判断趋势是很容易的 再加上我们的主力居能量 我们主力居能量呢 今天 已经出现了反转的讯号喔 反转的讯号是黄色在零轴附近 每一次呢 在导播我们镜头放大整块 对 每一次呢 在反转的附近的时候 在反转附近的时候 都是相对的低点 在多头行情里面 每一次有反转的讯号的时候 都是这一波的相对低点 反转讯号低点上去 反转讯号低点上去 有没有 这个再度反转讯号又是最低点 这一个趋势线的最低点 最低点 又是上去 但是现在呢 主力是持续在做卖的 而我们要观察的是主力居能量 在未来 它能不能够持续的翻扬 如果它能够持续的翻扬 这个行情上去 我认为万点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很可怕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你在操作 你一定要有好的工具跟方法 你如果像有主力居能量的话 你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出 这一整波的趋势到底是多 还是到底是空 而且一线就帮你搞定 我知道很多人 用了两线三线去看 可是你用了两线 一个多一个空你怎么看 是不是记麻烦 然后但是你又看不懂方向 然后其他老师就可能跟你说盘整 但是我的指标我就只有一线 因为我觉得一线只要够精准 一线就够了 不需要去搭配两线三线 你用三线又更麻烦啦 用了三线混乱 又不见得赚得多 但是真正好的工具 好的指标 一线就能够替代全部了 而我的指标呢 在短线上 今天的短线上 我们保利赚指标是怎么样的呈现呢 我现在就来呈现给大家看 保利赚当中呢 顺顺向的指标 今天这是3月27号 3月27号 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呢 开盘没多久 他就在7867的地方 翻了个做多的讯号喔 很清楚对不对 保利赚呢 红宝石 只要是红宝石 然后呢是红色的字 7867就代表 这个地方 翻多了 翻多代表什么 代表后面的行情会上去 代表后面的行情会上去 一直到7889 他翻空了 翻空了代表什么 绿色的宝石代表翻空的讯号 他在7889的时候翻了做空的讯号 代表后面的行情呢 会怎么样 你猜猜看 对 就是会下来 下来之后呢 在7873相对的另外一个转折 又翻出了一个做多的讯号 所以呢 代表后面的行情会往上拉 会往上涨 等待下一个做多或做空的讯号 所以说你在操作的话 不管你做短线也好 做长线也好 你做长线 你一定要看得懂趋势 你只要看得懂趋势的话 不管你做在哪一个点位 你都可以赚钱赚得很轻松 可是呢 要是你的方向 你连方向都抓不住的话 你不管你怎么做 你做多也 你也是赔 做空你也是赚不到钱 甚至说 诶一波像现在 上礼拜到现在 已经连续收了 11跟黑K 导播我们镜头拉近一点 对 已经连续收了11跟黑K 但是你相不相信 虽然收了11跟黑K 但是你找不到 关键的点位的话 你纵使你做空 你还是有可能会赔到钱 所以为什么我会研发 保利赚指标出来 就是这样啊 我要让大家看得清楚 点位 我要让大家知道趋势的方向 趋势的方向 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 就会公开跟大家解盘 但是盘中你要怎么去操作 你就必须要有一套好的方法 跟好的工具 就像保利赚指标一样 我再讲一次 保利赚指标 做短线的 当他在 当他的宝石呢 翻出红宝石 就代表说后面的行情会上去 代表我们可以来做多 在七八六七的时候 已经翻了做多喔 做多 后来果然行情急拉上去 那今天有没有地震 有今天有地震 那个时候呢 杀了下来 杀下来一点 但是随后又反弹上去了 然后呢 在七八八九的地方 翻出了绿宝石 绿宝石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行情呢 会持续往下杀一阵子 一直到指标翻多为止 指标翻多之后 后面的行情 果然就是要上去 小幅上去 这一根常常上引线就是证据 后面的盘 还是有上去的可能 只要保利赚指标不翻空 后面的盘还是有上涨的可能 所以大家呢 请特别要注意喔 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天的盘式 因为呢 最近这几天的盘式 就是都 停留在这整个上升趋势线这边 而且贴得很近 所以呢 我才会在这边跟公开的跟大家讲说 只要趋势呢 改 只要跌破了支撑 趋势可能就会转变了 各位观众请注意 跌破支撑之后 我的主力均能量呢 它还会持续的做空 但是呢 它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这个行情 它如果还能站上压力 7890 整个行情绝对又是喷出上去的 那不然就是在这个区间做盘整 做盘整 所以呢 在操作 在操作的话 不管你是操作指数 操作股票 你只要有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 你是胜券在握 你操作起来就会觉得很轻松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啊 股票那么多党 我要选什么股票 才能够帮助我 我们保利赚的指标 可以帮你选股 保利赚指标 它选股 每一天你只要收完盘 回到家 收完 你纵使你是上班族 你收完盘 你回到家 你打开 打开你的保利赚系统 它就会告诉你说 哪些是保利赚指标翻多的股票 你可以进场去买 哪些呢 是保利赚翻空的股票 你就可以去卖 就像当时的国泰金也是一样啊 当时我们不是 不是一直在节目当中 都介绍国泰金这档股票 每天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国泰金这档股票 原因就是因为 在档股票呢 它在11月26号的时候 它在11月26号的时候 30.1的这个价位呢 它已经翻了做多的讯号喔 它翻了做多的讯号 然后呢 后来有盘 它也没有马上喷出 盘 盘了一大段时间之后 在1月初的时候 支大减卷大增 融资呢 余额呢 是大幅的下跌 而融券的余额呢 是大幅的上升 这代表什么 代表很多投资朋友们啊 在这边啊 都已经受不了了 本来买进去做多的股票 都已经卖掉了 忍受不了 它的一根黑黑下跌 忍受不了就卖掉了 反而呢 还有人呢 更积极喔 喔 上去放空 结果呢 支大减卷大增之后 是什么结果 结果就是 整个整一整个一波的就拉上去 向上喷出啊 连国泰金这种股票都能够这样子喷出 所以我这边写了什么字 你好好想想看 为什么赚钱的股票 你总是都抱不住 但是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其实啊 保利赚指标翻多的股票 每一次拉回都是最好的买点 翻多的股票 在每一次的拉回 都是最好的加码点 每一次的拉回都是最好的加码点 因为只要主力居能量 你看到主力居能量持续的在买进 而且呢 我们的指标呢 还没有翻出做空的讯号 做空的讯号就是绿色的绿宝石 如果他有翻了绿宝石 我们就是出掉了 就代表这一档股票不行了 像之前这个绿宝石呢 就代表说这个行情 这一档股票不行了 所以会下来嘛 那主力又开始进场的时候 他会翻多 那翻多就是进场 你不要在这边乱卖股票 因为我要带你赚的 不是一两块 我想要带你赚的是赚百万 赚千万 赚一整个波段 像国泰金这张股票 当初软体翻买讯的时候 只有在30.1而已喔 那现在股价在41点多 已经涨了10块钱了 那你想想看喔 一张股票如果赚10块钱 就是1万块 那这样低价股票 随便买了买一个100张好了 100张就是100万了耶 100张你就赚了100万 所以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 不要目光如痘 想说赚1块2块你就跑 对阿你赚1块2块你就跑 跑没关系至少你还有赚嘛对不对 安慰自己一下 但是呢你不要去放空 你不要去放空 当保利赚我不是说股票不能放空喔 股票也是可以有做空的 但是呢你要有指标 你要看得出现在这张股票是不是 是不是放空的时机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续报 赚大波段 如果有人多空都做的话 更是需要一套好的工具来辅助你 保利赚指标多空都可以带你做 这是国泰金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如果错过了 我还有一档什么股票 我也是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跟大家分享 我们惠人手中呢 还有这档股票它叫做维刚 维刚这档股票呢 我上面写说 其实阿你只要赶报好的股票 财富阿要倍数翻 绝对不是梦阿 像维刚这档股票在12月4号的时候 就在29.4的时候 29.4元翻出了买件的讯号喔 之前不是翻空吗 后来果然行情就下来了 结果现在翻多了 后来果然行情是不是上去 上去再上去再创波段新高 所以我说你只要赶报好的股票 财富要倍数翻绝对不是梦 而这档股票本来30 本来29.4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现在微刚 已经49块了喔 这样子一档股票呢 已经赚了2万块 一张赚了20块 20块呢一张股票是2万 你买个100张就是200万了 所以我说操作股票你要赚百万 你要赚千万绝对不是梦 绝对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你有好的工具跟方法 你就可以像我们的像我们的会员一样啊 每天我都会利用保利算指标去筛选股票 告诉会员哪些股票可以买 像微刚对不对 收惠美光大展开盘前就都买进了喔 然后咧就开始微刚 今日带亮上工 请各位会员持股虚报 那今天呢本来开盘在平盘附近 后来还是拉上去了 还是拉上去了 结果咧开高就走高 开高那开平走高还是这么强 还是这么强势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好好仔细想想看 究竟你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 你要赚的是一块两块 还是要跟对指标跟对工具 赚它个一百万一千万 大家利用广告时间好好想一想 我们先进广告带我回来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陶铁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疾痛 思思解痛加强定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陶铁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疾痛 思思解痛加强定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编辑 在你的外国进口 无水 编电 易菌易臭 凯撒 Waterfree 绿能科技 无水变斗 凯撒未浴 小资女保利赚支付软体 赚钱不用等甜甜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0225791155 儿子 你就不能帮老爸争点气 快拿去买 别让你爸爸知道 嗯 爸爸今天很高兴 即使紧张忙碌 也莫忘这一天 追思记组 尽在旺旺中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牌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指数 现在指数呢 还是一样在7882附近 上涨了26点 那今天最高点是在7894 最低呢 是在7857 就在我们预估的区间里面 来回在那边震荡 那今天的盘呢 因为预估量能呢 还是没有放量出来 目前只有665亿之多 所以呢 现在的行情呢 陷入了一个胶着 大家不晓得要做空还是做多 干脆睡觉算了对不对 没有这么闷啊 再闷的盘式都还是一样 有好的股票 有会涨的股票 那刚刚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两档了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今天没办法跟大家介绍那么多档 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的部分 它的转折 今天早盘呢 在7867的时候 它已经翻做多讯号 结果行情整波又往上拉 拉一拉之后呢 在7889的时候 翻了个做空讯号 结果行情呢 又往下杀 另外呢 在7873翻了做多的讯号 所以尾盘呢 又上去了 那目前呢 是小长 小转 在7879的附近 那后面呢 因为就即将要收盘了 还有可能有拉尾盘的机会 请各位观众注意 那另外呢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鬼泰金嘛 也跟大家介绍过威刚 但是呢 你错过了没有 还是说你手上 手上你也有 但是你不知道到哪边跑 当指标翻空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跑的时候 当指标还没有翻空 每一次的拉回 其实都是最好的买点啊 像这档股票 易龙店 我也是有带会员进场去买啊 有没有 全体会员试价买进易龙店 好的股票就是要这样子 爆 百万千万就是这样子赚 你看喔 12月4号的时候 44.5元 他翻出了做多的讯号 这是买讯 结果呢 整个行情呢 也是有盘整了一阵子 但是那是因为主力正在吃货 那当主力吃货完毕了之后呢 每一次拉回 有没有 都是我们要加码的地方喔 每一次拉回 都是我们应该要加码的地方喔 所以呢 所以呢 当主力均能量 它持续在翻多 股票就是续报就对了 我们要赚的 不是赚一块两块 我们要赚的是整个大波段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主力均能量怎么这么神奇啊 原来它不只包含三大法人 不只包含了赏户的大户在里面喔 还包含了大股东在里面 所以呢 你如果有主力均能量的话 你可以把大户 所有大户的动态啊 全部都网罗起来 一目了然 大户呢 在做空的时候 我们指标势必就是会翻空 当大户呢 主力均能量呢 它在做多的时候 当主力均能量在做多的时候 我们指标就是翻多 翻多之后呢 上去 每一次的拉回 我都告诉大家 就是加码点 每一次的拉回 我都告诉大家 就是加码点 那今天也是SOLY跟黑K 不用担心 要不要跑呢 不用担心 当需要跑的时候 主力均能量会翻出 像这样的讯号告诉你 是不是够简单 你如果操作起来 你如果可以操作 不管是指数还是操作股票 你只要能够操作的很轻松的话 我相信怎么样都能够让你赚大钱 那现在呢 最后一点时间 我卖个关子 已经有主力均能量 开始翻买讯的股票了 而且已经打底完成了 这档股票呢 我就要带会员开始进场去买 还有这档股票 指标刚开始翻多了 3月22号翻多 我们已经带会员进场去买了 还有这一档 3月26号才翻多 我相信这是未来的潜力黑马股 你如果想跟上的话 欢迎拨电话进来 另外呢 我要提醒大家 你要操作 你一定要用到好的方法 对的工具 你如果用到好的方法 对的工具 别人呢 才不会坑杀你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无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只剩评估病资副投资封线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头皮不健康 好像地基不稳固 萌法566洗髮精 无细灵不刺激 天然植物精华 把头皮够好健康够好用 划根够条条 咱才会少年哦 健康头皮 推荐你 萌法566 萌法566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小资女保利钻支付软体 有老师免费亲自软体教学 钻钱不用等天天都开班 免费教学热线 0225791155 RELAX IN YOUR ECOSISER 免插电 不浪费水 除滤抑菌 除滤抑菌